首先准备适量的小青菜 把叶子摘下来 放到大盆中 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倒入清水 浸泡五分钟 下面准备一下配料 大葱一段切成葱花 大蒜切成片 切好放到盘中 再来一把干辣椒段 下面来调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生抽 盐 一点蚝油 一勺玉米淀粉 再倒入小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进泡好的青菜清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一点油 下入青菜 开大火翻炒一下 火要大这样才不出水 把青菜炒至变软 端生 大概半分钟的时间 然后盛出备用 接下来锅中再烧一点猪油 用猪油炒出来的菜更香 下入葱蒜干辣椒炒出香味 炒香后下入炒好的青菜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快速翻炒均匀 炒的时间不用太长 炒匀炒熟就可以了 一道小炒青菜就做好了 这样炒的青菜颜色脆绿 不出水不发黑 口感鲜嫩脆爽 看起来也有食欲 即使放久了也不变色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